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的利空 包括剛剛講到 現在這個新市場 這個破產危機也一大堆 那通膨還這麼高 那有經濟摔摔的這個 不要說以雲的確定 基本上美國就往這個方向走了 國安基金有辦法以一打十嗎 你覺得這個時間點進場 那這一次非常的艱辛 他要打這個仗的話 可以講說 我說實在講 未來絕對是一段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的一段奇蹟 那為什麼我這樣講 各位你看一下國安基金 從2000年到現在 在總共負盤有七次嘛 那七次的話 他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什麼 他在負盤的時候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都是往下的 那總共有 你看到這個地方 2000年的話 政黨交低的時候 他是往下的 那在網路泡沫 那個聯邦基金的利率也是往下的 那只有有一次的話 319這個槍擊 當然這個政治事件 那個負盤沒有幾天 那之後的話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2008年 那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 也是在百分之以下 也就是代表零嘛 那一直到2008年 這一段期間 利率都是 不是在零以下 這是往下的 那除了這一次的話 你看喔 我們最近的話 大概美國聯邦會升息了6碼嘛 6碼 後面大概有7碼 是6碼嘛 也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 只是在升 往上升息的半山腰而已 所以在這種中控之下 我個人認得非常難 第二個 各位你要了解 現在14000 那過去國安基金7次戶盤裡面 大概平均起來 大概7000點 那你很簡單 有概念就是說 你現在買一張 如果說是14000塊的話 那以前可以付兩張的股票嘛 簡單來講 就台電來講 台電的話以500塊來講 你現在買一張這樣500塊嘛 那過去可以付5張 那簡單來講就是說 國安基金現在的5000億 就是過去的2500億在戶盤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美元組織 其實 國安基是認為不會跌那麼慘是不是 子彈夠是不是 我個人認得 這個後面的問題很大 更何況我們第六次 第七次的話 它的戶盤的時間 都超過200天以上 這個問題來了 那第二個 我們的美元組織一直會 往上衝高 那各位你要了解 最主要原因 就是歐元的話 升息的幅度 絕對不會像 美國升息的幅度那麼大 那歐元相對弱勢嘛 那它在美元組織裡面 佔了57% 那是日本不用講的 以目前來講的話 他們的執政黨 這次選舉大獲全勝 那大獲全勝的 狀況值叫他們一定會修憲法 修憲法的話 一定會變成 堅果主義的國家 必須要有武器嘛 武器的話 它經濟一定要好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所以 日本的話 一定是一直量化寬鬆 貨幣政策一直下去 所以美元組織會一直升值 也就是一直往上 那這個就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會造成 我們剛才講到的 像我們剛才講到 新興市場的一個 債務的問題等等 更何況 美元一直在升值當中 那將來 我們都知道 美國有很多企業 都是在國外的 那這些國外的企業 它的營收 會因為美元組織的 美元的升值 減少 玻璃也是一樣 這是一兩 比如說 說實在要救股市的話 我們中央銀行 也要努力一點 為什麼 人家如果美國升三馬 我們只有升半馬 二一馬的話 那很簡單一個道理嘛 大家一定會快點把錢會出去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時效 我個人認得 這一次戶盤的話 相對會非常的辛苦 這是我的看法 OK 我也很辛苦 不合經驗法則 穆環你看好嗎 戶盤一定辛苦的 因為現在目前整個國界的大環境 後面變數還很多 這我剛剛也有跟觀眾朋友報告 但短線上面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像費辦 像納子 這個稻窮已經一個月沒有破底了 這個一個月沒有破底 我們可以視為說 美股在尋求一個底部的情況下 所以在這個點上面 短中線上 我講說國安金在這邊互盤 它其實是有這個國際的利基 再加上台股在技術面上 小雙底的是有這個利基 那剛剛董老師講到就是說 後面有可能會下攤到1萬2 甚至這個1萬1 這個十年線 我個人覺得這個可能性也存在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國安 你自己判斷 我覺得大概 因為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其實如果 如果以這個技術面來看的話 其實國安金 護盤在1萬3500點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因為那個地方是60 但它提前進去了 對 那個是一個60個月的均線 60個月線的60 就五年線的位置 那個地方其實具備一個很多 很多條中長線支撐區 那當然下一個 就剛剛董老師說 講那個1萬2千點那邊 再下單就10年線 其實以國安基金的操盤人來講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有一個思維 當然1萬3500點進場 那是一個非常有可能 但為什麼會提前一定有他們的苦衷 這個我們就不去討論它 至於說這個即使是跌到1萬2 我們如果說從這一波的1萬4到1萬2 是有還有多少空間 大概就10% 那如果從1萬2再到1萬1 10年線 大概有10% 那這個也蠻符合 這個現在目前一般華爾街看美股的邏輯 就是說標普有可能會跌到40% 38%到40% 就是再跌20% 那台股這一波加捲值最深的時候 跌24% 那再跌20%就4成多 也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說那國安基金它往下戶 它終究它最後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就20%的空間 所以我剛剛講說 如果以這個散戶投資人來講的話 你現在就是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子彈多我就跟他一起嗎 對 你現在要思考一件事情 你下去最多20%的風險 10%到20%的風險 但你上去的利潤有多少 可能幾倍 就是說以現在這個點上 你看長遠看5年10年 它後面恢復大多頭行情 就有幾倍的利潤 你在這個地方不值得 你在這邊去賭它一把 你一定要去摸到絕對的底部嗎 所以你覺得現在是可以慢慢進場 跟著一起做 對 現在其實可以分批的 小幅的慢慢進場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做短線進出 有賺就跑 然後去等所謂的中長大底 但是你也可以採取一個所謂價值型的 因為我覺得 經過這一波的4000點下來 其實價值買點漸漸浮現了 在這個地方不需要再去看太空 當然我同意說有可能1萬2 1萬1 都有可能來 但是即使來 即使來我剛剛邏輯很清楚 就10% 20%的空間 你值不值得在這個地方 做中長線價值投資 還是說我一定要去摸到最低點 我講實在的 如果你一定要去摸到最低點 你現在可以完全空手 像幾次來慶應的節目 先前幾個月我一直建議大家 盡量提高現金 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現在我反而要跟大家講 經過4000點的下跌 其實不需要這麼悲觀了 你反而應該開始漸漸心態上面 要開始比較盛明去看待 向下至少就最多20% 對最多20% 美股也是一樣 上去的話空間無限 當然因為長線多頭行情 我們人類歷史都是這樣子 百年來就是牛腸雄短 這個定律不會改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歷史國安基金 我們回到國安基金這次進場 他的角度是什麼 國安基金過去7次進場 我給大家看一下 7次進場他的角度是什麼 他2000年那時候是出事提升 也沒經驗 所以他戶在政黨輪替的高點之後 他在當年的年底又進場一次 08年那一次他也是進在高點 那接下來最近3次他都是在10年線 所以最近3次的邏輯是 在10年線那個地方才進場 但是大家要知道為什麼 這次他會在這個地方進場 歷離這麼大 歷離10年線這麼大 是因為過去3次 他互盤的那個點位跟10年線 就是說高點跟10年線 歷離都不大 他其實都是在10年線上面一點點而已 所以很容易10年線就被跌穿了 但這次因為拉了3年大長多 所以他歷離很大 所以他沒有辦法等到10年線才進場 這個是可能他的苦衷 好 那不管怎麼講 2000年 2008年那一次 那兩次他進場點 後面都大跌一段 但到最後他是不是賺錢出場 還是一樣賺錢出場 因為為什麼 撐久了就是他的贏面 國安基金有5000億 他每天買個350億 每天買個350億 他撐不過30個月嗎 大家都知道美國股市再長的熊市 也不過就30個月的時間 他撐不過去嗎 他的邏輯一樣 下面10% 20%的空間 我就跟你拼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回到這個角度 就是說我們的投資人 你是不是要用同樣的邏輯 當然是每一個人的選擇 好 那重點也要看 你現在手上的現金有多少 如果你現在是深度套牢 滿手股票 那你當然沒有這個條件 如果你是早就把你股票撤出 滿手9成的人 還有兩成他也怕了 對啊 他要慢慢進場選對位置 如果你手上現金很多 你當然在這個地方 可以開始折優逢低 心態上不用這麼在偏空了 反倒是可以選一些好的產業 慢慢觀察了 好 我們就說人生就是學到跟賺到 這一波我想大家學到很多教訓 將來有機會可以賺到 那這個黃主委 我們金管會的黃天目 有特別透露說 30歲以下總本來很擔心 小白的狀況 他說其實受傷的沒有很多 上半年當沖違約3000多人 30歲以下的年輕人 差不多不到100人 99人他說比例很小 所以少年股神 是這一波提前出場 很比較厲害嗎 董哥 那我個人看法應該是 很多是提早震亡的 提早震亡 對嘛 更早就震亡 對 我就舉一個例子 最直接的 我的親戚的小孩 27歲 那也還沒成家有女朋友了 突然有天聽他講什麼 他玩股票輸了30幾萬 30幾萬怎麼輸呢 他玩當沖啊 一個多月 兩個月就輸了30幾萬了 那要交割啊 你30幾萬你怎麼交割啊 那只好跟他的媽媽講了 他輸了30幾萬要交割了 沒錢啊 媽媽氣得當下要斷絕母子關係啊 媽媽賺錢那麼辛苦 你一下就輸了30幾萬 去哪路賺30幾萬啊 怎麼辦 定存解約 救兒子 救兒兒子呢 那兒子怎麼辦 本來是做那個保險Sales 業績也不好 也沒有固定 後來跑去什麼 終於去到了工廠 到南科去了 到那個群創 吐台銘的群創 做面板的 當助理工程師 怎麼辦 慢慢還錢慢慢還錢 那這就是我看到的 很早就陣亡了 那陣亡以後 你說現在股代怎麼跌 太跌不到 他已經輸光了嘛 早就陣亡了 這是一種案例 一種案例我現在大學教書 我一直在推廣 大家怎麼去分析這個盤式 上次在解盤你們兩位都是嗎 我給你一張圖 我給你一支股票 你馬上就知道 他的短中長線的多空趨勢 知道多空趨勢 你就有他的正確的應對措施 該買還是該賣還是觀望 所以這些大學生 大學三女小朋友 都會了嘛 都會了 有個小朋友 有四個小女生 很可愛 跑到我另外一個學校 去教那個旁聽 因為他課充堂來旁聽 每一個禮拜來 然後下課又問 我說你到底有多少錢投資啊 大三的小女生 他說我手上有四十幾萬 哦 那我說你買幾支股票啊 他說買了七八支 我說我們怎麼操作 最多不超過十支 三到五支 你要七八支 然後他說呢 他買了一支股票 超過二分之一 二十幾萬 叫做台積電的 差一個字 叫做利基電 他爸爸推薦他買的 他買了二十幾萬那支股票 我說我們剛教過大家了 怎麼判斷短中長線的多空趨勢啊 那你看你告訴我 現在是他的股票是短中長是多還是空啊 馬上能夠解讀啦 短線是偏空 中線是盤整長線是偏多 你就能知道了嘛 那短線偏空該怎麼做 賣出啊 中線盤整該怎麼做 觀望啊 長線偏多怎麼知道 持股續爆啊 所以他都有一個邏輯 所以有兩種 一種就是找到陣亡了 那另外一種就有學習到以後呢 他提早按照紀律 賣訓就全身有退 所以我跟他媽 現在30歲以下 那個主委講說好多年輕人避開這一段 有學功夫的人都知道 什麼時候該遵守紀律 該買 該賣 該停損 停利 但是有一種是完全不懂的 像我剛才講的親戚小孩 陣亡了 早就陣亡了 尤其在我上去年吧 上了另外一個來賓的節目 他如果講什麼呢 很多網路TPP不是講的嗎 很多大學生玩航運三艦課 輸了百萬 所以很多玩航運三艦課的人 在去年就畢業了 還不是今年畢業 所以我更看法這一波來講 30歲的很多人都避開了 沒有避開 是去年陣亡跟今年年初陣亡的一堆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講 這是很寶貴的一課啦 其實我覺得還挺好的啦 現在陣亡30幾萬 如果你是50歲陣亡 這個數字不知道成多少 學到比較重要 再把錢賺回來 但為甚麼事 她不想這樣 再把錢賺回來 跟來賺回來 會板賺回來 讓你 therapeutic 要把錢賺回來 打得回來 沒辦法 這個數字